本视频由托比尔原创制作 众所周知,兵力是一款举世闻名的豪华汽车 在英国更是位列豪华汽车之首 无论是外形、内饰还是速度 都是一款出类拔测的车 在国内也是备受欢迎 但就在近日,一位网友在网上上传了一个视频 仅有8秒却令人震撼 在视频中,一位网友上传了一个视频 在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 网友所开的兵力在高速路上的时速接近160码 却没能超过前面一辆的面包车 武林宏光 我们知道武林宏光是上海通用武林 推出的一款介于商用车和乘用车的自主研发产品 是一款清明经济的汽车 如今大多数人选择武林宏光 也是因为它的良好性能和不贵的价格 虽不比宝马观止这些好车 但绝对是很实用的一款车 然而就是在价格上插了兵力几个零的武林宏光 在高速路上居然大写微风 时速高达160码 秒杀兵力 实在是令人责射 但是武林宏光即便是同时使用了两款高性能发动机 提供了充足的动力 并很大程度上节省了燃油 降低了成本 但160码的时速 对于这款车来说仍然很危险 这不仅有损汽车品质 更危及驾驶员和乘车人的安全 不少网友也表示 自己曾经在高速路上被武林宏光超车过 并且不敢不让道 多数面包车司机在高速路上把面包车当成了火箭来开 跟不要命似的 着实让人担心其安全问题 虽然这一次武林宏光封光了一把 把兵力都给比下去了 但是为了安全起见 以及重视对汽车的保养 希望广大司机能够文明出行 安全驾驶 共同营造一个安全的交通系统